歡迎光臨 好, 阿琪 不好意思, 差點吵醒阿琪 我吃了安眠藥, 我現在想做水公主 阿嬸, 你先別睡, 我們聊天 有沒有談? 誰? 還有誰這麼晚找你?阿嵐 你不認得我? 不是, 我怕是阿琪的朋友 所以我就隨口問問 為甚麼和芳哥吃完飯? 是呀, 原來我幫阿姨煮豉油雞很棒 我下次帶你去試試 對了, 我今晚整晚打這個電話 都沒人聽的 我多怕你有事 我飛了線上辦公室 忘了飛出來 阿嵐, 你等一等, 有電話進來 是呀 沒有, 打個電話給你, 看你睡眠了 今晚跟阿嬸媽做事嗎? 是呀, 怎麼樣 是呀, 有點喝醋 對不起, 說了些不應該說的海狗話 阿海, 我的另一條線 跟阿Joanne說電話 不如這樣吧, 我晚點再給你電話 我不累, 我好著等你 那好, 你等一等 阿嵐, 抱歉, 剛才說了甚麼 沒有, 原來阿嵐也有種開紫羅蘭的 她還給了我種子 她還說有一種藥可以防蚊枝 我打算試試, 如果還可以的 那你以後就去紫羅蘭陪你做事 又找你做試驗品? 不要緊, 我沒試過點放心給你用 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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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嵐 第六零感不只是女人才有的 你可不可以現在跟她說 那你也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想怎麼跟她說才行, 是不是? 分手的話, 無論長還是短 始終都要說一次 看看你跟誰說 那我跟她說, 你等一等 喂? 喂?誰這麼晚打電話給你? 是嗎?是不是做Anne有事? 她是不是因為感情有些事 想找你來談談? 要不要我先收錢? 阿嵐,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對不起, 其實… 其實那邊那個…不是做Anne 是…是大老丙, 她跟善姨吵架了 她這麼大的人都不懂得處理感情問題 是不是真的沒用? 那你就先安排一下她 這樣吧, 我收錢讓讓給你跟她慢慢談 記得不要談那麼晚了 好, 那…你早點休息吧 再見 你跟她說了沒有? 你叫我怎麼跟她說? 現在當人家來是甚麼? 酒樓點菜? 告訴你上座桌, 現在不要嗎? 你不要生氣了 阿嵐真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想尊重一下她和整件事 我想面對面這樣跟她說, 你明白嗎? 我明白, 你不要不開心 我是想讓她早點知道, 我不想騙她 我想可以快點跟你在一起 整件事之所以搞到今天這樣 都是你一手做成的, 你很自私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不想見到你 跟別的男子情侶當作出場 我心裡會硬著的, 也吃不下飯的 我知道, 所以上次拿刀她們 上大哥給我家製作些芽菜雞和玉骨茶 你一塊都沒有吃 有這樣的事嗎? 我只記得平安夜之前那天 你當著我的臉, 答應別人的約會而已 你好像當我透明那樣, 抖領臉也沒有 我有嗎? 不知誰假裝有約走到教堂撩下小女兒呢 不是我 你馬上說謊話也行, 甚麼都不承認 剛才你在公司樓下說我的話也很花學 那還沒睡覺, 怕請我還記得 那你不准睡覺, 我要你再說一次, 我錄下它 你沒這麼野蠻 我是這麼野蠻的, 我是生回來的, 吃人的 那怎麼樣, 如果你現在上了轉態也來得及的 原來你是吃人族 那就要把你混進水晶球裡了 謝謝你 阿桂, 平時大哥請你喝茶, 你說不能起床 今天這麼好, 請大哥吃早餐 有事要跟我們宣布嗎? 有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你不用說了, 你看他的樣子 春風滿面, 幸福那兩個字寫了是額頭 我猜你一定想跟大哥說 關於你和阿楠的婚事 如果是, 不用怕的 這些喜事, 甚麼害羞都說說說說說說 賊笑, 平, 你別一嘴唇 讓阿桂自己說嘛, 你嚇到他不敢說話了 大哥, 平, 你會不會... 坐在那兒吃西餐 但是突然心裡又想去吃中餐 你說甚麼 你們覺不覺我和阿楠好像太快了 他是很好, 但是他太好太完美 我覺得自己趁他不起來 論學歷, 論知識, 我也是半桶水, 是不是 阿桂, 你踩到自己這樣 其實是想踩色甚麼呢 還是有些事想我和你大哥炳 幫你出聲說 我這麼大的女兒是拍過幾次拖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遇過一個 好像阿楠那麼好, 這麼認真的男孩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 我不想傷害他 阿桂, 你最近是不是太多做了 做到瘋了嗎 你年紀不小了, 不可以再任性了 我舉個例子就像開車一樣 你選了一條行車線就要直走 你擺來擺去就遲早撞死你了 大哥, 炳, 你不明白了 我就是不明白 剛才你也說阿楠是一個好男孩 那你還想怎麼樣 你還想找一個好過阿楠嗎 是不是有第三者 你喜歡的那個是阿凱 阿桂 老闆, 剛才花蕾剛才我送了一集 花給韜徒, 現在又多了一集 知不知道是誰送給她的 不知道 阿桂去哪裡了 你約了她去三星餐廳吃飯 她很開心就出去了 小姐, 我們今天推銷了一個情侶套餐 很划算的 每人有雜菜生日, 芯形牛扒 還有心意禮物送, 要不要嘗嘗 也好 不如我現在幫你訂一下好不好 好啊 你帶禮物吧 怎麼沒有海狗公仔送的 那我要一個張學有經典的情侶套餐 謝謝你 阿楠 我聽Joyce說, 說你來這裡吃飯 剛好我又來這裡開會 就來看看你 那位朋友我認識嗎 可以和你們一起吃飯嗎 好, 坐吧 阿桂, 其實我是說謊的 我不想騙你了 我不是你在這裡開會的 我覺得你最近有點不妥了 加上公司今早有人送花給你 我知道之後的心很亂 我知道我這樣做很不大方, 很不禮貌 可是我怕如果這次我不管 我會後悔 昨晚跟你聊天的那個不是Joanne 也不是大老鼻, 是不是 是不是最近我做錯了甚麼 令你不開心 你不怕說的, 我會盡量去改 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發生了甚麼事 對不起, 阿楠 我從來沒想過你的感受 其實你一向做事都這麼謹慎, 這麼有分寸 你怎麼會做錯事呢, 是不是 那個Joanne真是離譜了, 遲到 沒有, 有甚麼事呢 沒有, 沒事發生 阿楠, 我突然想起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電話 要回辦公室那裡聽的 不如我們先回去, 好不好 阿桂, 說不及了 好, 我剛好來這裡開會 所以就裝上阿桂 操不操你們吃飯 不操, 我只是離開這裡 有阿桂吃飯而已 請問另一份是哪位的 好, 操都可以了, 麻煩 不如這樣 你們吃完我這份 我叫別的東西吃吧 好, 操都可以了, 謝謝 不要, 我吃沙拉就行了, 我減肥 我也不吃 不過呢? 我去洗手間就行了 對不起, 先生, 請問你 是否剛才訂桌子的位容先生呢 我不是, 是甚麼事 容先生, 我想問我剛才幫你訂的花 滿意嗎? 滿意 對, 就是這份心意的禮物 是送給你的朋友的 阿凱, 不如有些事大家開心結成說 其實我不是你開會 我是想知道誰是我和阿桂的第三者 我曾經問過你, 問你會不會喜歡阿桂 你說你不會的 一直以來我也在騙自己 對不起 你們已經在馬場 我會尊重阿桂的決定 其實現在我的心情跟你一樣 我不知道阿桂會怎麼想 但是我也會尊重阿桂的決定 阿桂, 其實我剛才很想你上海那輛車 因為如果我知道你想誰那輛車 就真的跟誰說再見 阿楠, 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 最傷人的東西就是感情 如果我有得選的 我寧願傷害自己, 我也不想傷害任何人 不過… 不過? 你騙我的也不是我 你騙我的也不是我吧? 阿桂, 我記得你說過 你不喜歡拖泥太水的男人 我想我在這方面 我可以留個好印象給你 阿楠, 不如我們放好再說吧 新健康會真的很重要 這個項目你很辛苦才能拿回來做的 我們現在先回去, 好不好 任由它 現在甚麼事對我來說都不重要 阿楠, 你不要這樣 看見你這樣, 我的心真的很難過 既然是這樣, 以後大家不要見了 阿桂, 戀愛跟開車一樣 你一定要駕鑽唐太 阿楠, 你不可以兩頭牌 更加不可以有回頭路走的 要不是只會累幾累人, 你知道嗎 阿楠 我以後都不會再見你 阿楠, 你沒事吧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阿楠 阿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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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楠呢...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阿楠 大腿有嚴重的乳傷和骨領 但最麻煩的是 她頭部受過嚴重震盪之後 現在陷於昏迷 暫時還未到危險時期 那她會不會醒來的? 這點很難說的, 但我們會盡力以為 師姨, 阿龍會不會以後都會醒來的 阿桂, 不要怕, 不用這麼擔心 好人有好報, 她不會有事的 阿桂, 阿嵐有很多事還沒做 很多話還沒跟你說, 她一定會沒事的 每天都是我 一定是她不想聽我上説的話 我不說了, 你自己沒有事, 阿嵐 她說過你要對我好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你對我好 阿威 師姨, 你告訴我阿嵐會沒事 她一定不可以有事的 阿嵐呢?我阿嵐怎麼樣? 我阿嵐怎麼樣? 她還沒到危險期 那再找幾個醫生來, 我大把錢 她叫院長來, 馬上叫院長來 我來 為甚麼會弄成這樣? 我阿嵐有大好前套又乖兒子 我只有這顆親生兒子 她沒有事, 真的沒有事 她沒有事 都夫人, 你鎮靜點 阿嵐是個好人, 一定會繼人天上 是呀… 那為甚麼會弄成這樣才行 為甚麼要運命薄 是呀… 對不起, 伯母 阿嵐因為想保護我 才會弄成這樣 你真是傻子 阿嵐對你很好 你幾個月來打電話回家 都提醒你 她說要氣溫室, 又說要賣花種 全部都是為了你 我知道我兒子拿了心來對你 但我沒想到他連命都拿了你 對不起 你知道嗎 阿嵐是第一次拍拖 就遇到頭髮壓裂了 阿嵐對你真是好好的 是呀… 誰歸阿嵐的家人 我們是呀 剛好病人就醒了 基本上已經脫離危險時期了 她很虛弱, 現在轉送到病房那邊 我們可不可以見她 我想你們不要騷擾她 她昏迷的時期 我們就叫了一個叫阿貴的人 我想她很想見這個人 你們怎麼叫阿貴 我是呀 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去見見她 阿嵐 阿貴 阿嵐 你別動… 我看見你沒事, 我就放心 痛不痛 你還想著我 是呀你自己 我剛才不應該亂說話 在撞車前 我發脾氣說以後大家都不要見 其實…我是很怕見不到你 阿貴, 我捨不得你 我知道… 阿貴, 你真的很傻 如果你有甚麼事 你叫我怎麼辦 你為了我哭 如果我真的死了 你會為我哭的 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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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死的 你這麼好人 你一定會沒事的 阿貴 剛才我睡了一覺 我都想過了 不要緊 你想怎麼做, 你就去做 你和阿海 你和阿海真的很親 阿貴 困擾 我也知道 我們比你更為酒 的 人去看 cuenta 你不要再欺騙自己 其實我心裡一直知道 你不是那麼喜歡我 我就是一個不值得人喜歡的男人 不是, 不是 你是很值得人喜歡 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人喜歡的男人 哪個女人可以在你身邊 真是她的福氣 只有在你身邊 我才知道原來有個人這麼疼我 這麼愛我, 開勇喬給你救我 我愛, 愛不是唐情 不要緊, 你想選誰 我都能接受得到 她當日是人家放棄在先 是我沒有為止 她永遠愛自己也多過愛我 要我這樣不好好珍惜你 我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阿嵐, 我相信 沒有人能接受你這麼愛我的 阿桂 是 阿海, 一顆聲音不出來 怎麼走到她也有 你呀, 除了斬叉燒之外 你甚麼都不會留意得到 男人當然要面子 剛才這樣的情況 她當然是趁人不覺不覺地走了 想不到阿海和阿桂 要有真的嗎 他真的嗎 阿極, 死, 死, 死 還在她前面 在港, 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音樂 chains》 The Power of Home 說不定我們阿楠前生厭人 談情說愛的事我真的不明白 不知道搞甚麼鬼 其實很容易 阿楠喜歡阿貴, 娶她回來就是了 所以說你沒有經驗 現在的人對婚姻很兒戲 就算沒有第三者 也未必天長地久 何況還有一個海 甚麼?阿貴不是只有阿楠嗎? 還有一個海 不用怕, 阿楠對阿貴 為何阿楠對阿貴好 阿楠對阿貴, 命都不要 不是, 整理怎麼又不能廢 所以說你不明白 你以為跟你做生意簽合同 一落千金, 現在沒有這件事 愛情就是一壇死灰 死灰可以復燃的 而且我看阿海的樣子 跟阿貴未必沒事的 如果這壇死灰一復燃的話 整個森林都可以燒掉了 說起來 那就是防止阿貴壇死灰 燒掉我貴家森林 阿貴 阿貴, 你想不想聽我說 一些從來沒說過的事給你聽 兒女私情的事, 你是聰明我一點 讓你暢所欲言, 只此一次 其實我還沒嫁你之前 有個青梅竹馬的男朋友 不是吧 是呀, 我們很好 嫁了你之後 我心裡一直都掛著他 如果當時他來找我的話 我會跟他遠走高飛的 這麼大膽 可惜他沒有來 也幸好他沒有來 要不然我怎麼會發現你這麼多優點 我明白了, 你說這麼多 就說阿楠要把死灰有這麼遠 你想洗澡阿海 當然啦 聽說他媽媽跟他大哥 是大馬人了吧 是呀, 他的哥哥叫林創生 他最小的老婆 跟我們有疏糖親戚的關係 他們跟我們歸家的生意 也有來往的 那就是容易 是呀, 十個女人十個恨錢的 哄阿海又搭, 炒賭他的生意 到他沒錢了 跪在那兒, 跪跪跪也不嫁他 這麼有把握 當然了, 你就以為我只是大軍佛 其實我是如來佛 阿海的小丫頭 怎麼逃得過我五指山呢 小丫頭, 五點鐘而已 天中還沒光, 你煮甚麼 我幫阿貴做槍手 煮好煮粥, 拿去醫院探阿楠 你真是當阿楠 是你未來乾妹夫一樣 拿了阿膠的漂亮的燕窩 來煮粥給他吃 我最多買回補飯就行了 你知道, 拿督這個人 一向的眼睛是個額頭 他有吃慣好東西 這些就等於幫阿貴做嫁妝 不省得了 你這個老叉燒 你何時變成一位太太 五時花六時變 沒多久之前你就日夜勾頭 希望想辦法出來 把阿海和阿貴 是, 我本來想著 他們兩個前世有緣 所以今世才在一起 原來真明天子另有其人 阿海等於是我們臭大的 自己兒子一樣 沒錯, 阿楠也是個好男孩 但是你認識他有多久 你對他了解有多深 今晚在醫院 你也看見阿海的心情 你沒想著幫他嗎 沒有 就是因為阿海是我們臭大的 所以我對他的性格很了解 他一直都內向 有甚麼事又不肯說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他在想甚麼 阿海為人一向對感情都很專一 是呀 但是你也看見 平時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像是貼錯門神 就算是結婚到過不了人世 阿海又拖了兩個小子 阿貴哪能弄她的 還有 昨晚如果阿海真的緊張 阿海一早就追進大埔 他應該這樣做 真是沒心 阿楠的車子撞到凹了 幸好他認得英雄救命 不然契古姐肯定夾到變了 Hamburger 那倒是呀 幸好阿楠沒事 如果不是阿貴 也不知道誰會找我兒子 陪回人家的爸爸 陪回我兒子是小事 最慘的就是手生掛 你這個阿福 一定不早就在這兒口臭 阿海, 早 吃早餐吧, 海 咖啡菜單子好嗎 海, 你怎麼沒來神氣 是不是昨晚睡得不好呢 昨晚搞了一整晚 回來又要看文件 所以睡少了 海哥, 阿貴又像你那樣 昨晚整晚露露, 睡不著 還坐在露台那裡 他像個望膚石一樣 他當然想在醫院那裡心上人 是不是, 阿慶 那他又沒說 不過看你已經十成十了 那阿貴沒甚麼事 他沒事了, 你有心了, 海哥 來, 早餐吧 早餐 記住要問問, 沙克三 我想查看昨晚到現在有沒有人打電話 阿哥, 這麼趕? 那我先回公司跟阿華談談 我遲些再回覆你, 再見 幹甚麼?阿海 是不是阿欣在大馬那邊打過來 有甚麼事? 甚麼事? 大哥說有一宗大生意 想我馬上飛過去 可能這兩天就要走了 阿海, 你大哥那宗是甚麼生意 要你過大馬還要過一個月這麼久 大哥說今天收到龜氏集團的通知 在大馬、印尼和大陸那邊 將會開發一個大型的樹林發展計劃 這幾個國家的大型財團都有份參加 桂拿督知道我們和大陸有關係 所以想找我們合作 這是一個大計劃 如果談得很快 你不用想了, 馬上去買機票 阿華, 我就想留下 跟著天然山莊的工程 另外有幾個大客人都是我跟著的 如果這個期間我走開的就不太方便 不如你代我去 我去?不行, 我現在哪能走 你不知道嗎?今天早上我去醫院探阿楠 那個醫院病房比記者招待會還多 只有醫生五個 有兩個在大馬特地來 劉先生, 那跟你不可以離開香港 有甚麼關係 你不要暫亂過病 阿楠特地在耳朵旁邊跟我說 說甚麼 叫我幫他照顧他的公司 還有, 他想跟阿桂求婚 是呀 你說如果求婚成功, 公司誰管 那我怎麼可以去大馬 看你現在的語氣好像過了當似的 阿嬸, 你說甚麼 我幫朋友而已, 你也知道我還義氣 阿海, 你大哥的生意 始終是家族生意 我外人去到也不知道怎麼談好 還是你自己去吧 對了, 容先生 如果你不在香港 那你就喝不到阿桂跟阿楠結婚的喜酒吧 不過這樣也好, 你跟阿桂一向水溝油 你不在, 他還能安心吧 阿嬸, 幫我訂機票 大馬的事我自己跟回來 對了, 我們大家分工合作 你難得爸爸跟大哥炳 在外面也不知道有甚麼好談 我叫你進來吃水果, 他們耍手靈頭 最奇怪的是連阿琴也是這樣 古古怪怪的 他們不是古怪, 是不想做電燈膽 阿桂, 今早醫生跟我說 他說我愛意志力很強 雖然這次傷勢這麼重 但是很快就會沒事 你知道當時我在想甚麼嗎 我在想保證我愛意志力很強 否則我就不知道你心裡 怎麼一直都有我在 你真傻 所以我像這樣, 還想起這種事 阿桂, 你嫁給我吧 這個戒指好像不太適合 你想清楚, 我沒有選錯人來帶 這個戒指是早傳的 是拿到我媽媽給我, 傳給她媳婦的 我回去會弄緊一點 最重要是你肯嫁給我 還有做這隻戒指的主人 說甚麼?阿桂有沒有答應阿楠 聽不到, 只看見你眼眶我眼, 我眼眶你眼 不用想了, 你阿桂怎麼會拒絕我兒子的婚事 談一談正經事還好 好… 我準備大事就做了, 你有甚麼意見 沒有…不如… 那沒意見就好了 我準備在香港請三天三夜 請達官貴人所有的親戚朋友 你們女家二百圍怎樣 二百圍我們? 說我找了五圍 街市賣榴槤的榴槤榴槤請 都坐不了五圍 就是了, 不如… 最少一百圍, 不然歸家沒面子 還有, 請完三天三夜之後 再過大碼請七天七夜 到時候買飛機票請你過去 一邊喝就一邊帶你四位聊 甚麼聊? 真是玩 好… 沒甚麼?要拿得這麼破費, 怎麼沒意思 有甚麼沒意思, 就這麼決定 就這麼決定嗎? 可不可以想清楚一點? 大家從場計議吧 是… 善姨, 你少擔心 她倆, 怎麼看都很認對 是呀, 所有的意見不妨提出 我人很民主 是不是那些禮汁有問題? 不是…不是在僭倫的事 我們是想著兩個小孩的幸福 戒大馬做拿督媳婦也不幸福 不是在香港嫁窮鬼幸福嗎? 那你放心, 阿貴在香港沒有男朋友 沒有人家的 沒有的… 炳哥, 你經常看著標 你趕時間嗎? 不是… 雙雙嗎? 雙雙… 爺爺, 我手信用 兩點鐘就打給你了 你甚麼時候回來? 雙雙打來的, 我跟她說 爺爺, 我還有甚麼要做 行了…等你回來香港再說 不要浪費錢了 我跟她說一句 收拾 她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說甚麼 沒有…她說過兩個星期回來 如果阿凱見到雙雙一定開心 真是… 阿貴 這次阿雙回來可以說雙喜臨門 喝完阿貴的餐 然後喝阿凱的餐 是呀, 挺開心的 是呀… 吳小姐, 婚紗已經從英國拿回來 你試試吧 歸山交大落我們一定會做到最好 以你的身材就穿甚麼都好看 待會兒新娘看見你一定是混混混混混 是呀…我也很心急想看 我還帶上相機來 是呀, 打算拍給南哥和士姨看的 阿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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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婚紗可以試了嗎 是呀 那這件扮娘的衣服呢 也行, 不如一起試吧, 好嗎 阿瓶, 那你還不去試扮娘的衣服 我這樣的貓樣子穿出來 可笑死你們兩個了 我不管, 我試還是試 是呀, 我不讓你們兩個看的 我們去試吧 去我這邊 雲姐 不如你陪我試試這件婚紗吧 好呀 你不是吧 為了籌備婚禮, 調了一整串 這陣子當然是在網上無法演戲 香港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 那倒是呀, 好像阿凱 這裡又說要去大馬 還要去整個月, 談生意 真是少一點精力都不行 我聽大老丙說, 雙雙好像回來 阿凱又會選這個時候離開香港 你又知道雙雙回來嗎 不過可惜, 我聽大勝說 說她回來的時候 你剛放完酒要回大馬 所以你看不到她 你說雙雙這次回來 會不會是因為阿凱呢 那倒不知道 不過我和大勝就幫我雙雙多個採謠 可能我們認識雙雙在先 覺得她心底也好 她對阿凱真的死心太虧 也沒人相信 可惜了 可惜什麼? 可惜她出場持過採謠 就像我和大勝阿凱 如果我出場持過阿凱 今天大勝說肯定是阿凱, 不是我 這些事我心中有數了 難道出場的先後真的這麼重要? 當然了, 當阿雙雙和阿凱在一起 有一次有輛車繞過來 阿雙雙對阿凱就像阿藍對你一樣 八股一切地躺著車子 那個傻女又差點被車載死了 之後無緣無故的彩瑤在法國回來 還要治療症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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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我們猜他去看醫生, 他死都不肯去看 說讓阿凱回來陪他看, 他才去看 我們讓他知道是多不值 這樣說, 雙雙對阿凱真是一往情深 豪子, 後來彩瑤還答應阿凱 讓他帶雙雙一起過大馬 即是二人共事一夫那隻 雙雙為了不想阿凱難做 就為了自己靜悄悄回大陸 到他再出現的時候 已經嫁給一個帶自己幾十年的余醫生 你見過他, 就是中秋節那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阿凱雙這樣做 就為了想斷阿凱的心 讓我去海和彩瑤開開心心過日子 彩瑤也不在這麼久了 現在雙雙又回來 也不知道是不是逐功未了緣 如果你讓我是阿凱 你一生人愛過兩個女人 我看來我也不會再有第三個 怎麼了? 沒有, 我只是想 那雙雙真的很值得海外 我想這個世界上 真的不會有人吸上雙雙 吸上我一海的 是啊